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2月12号 今天EJMarkets的收市分析,我是Jackson张浩燕 Janice她今天不舒服,所以我就帮她做一期节目 上周五道指先低后高,收市升成超过300点收市 以为今天加上内地股市做得很好 以为港股可以有个比较明显的技术反弹 谁知道临近收市来的反高潮 看到收市方面更加是临近收市前就突然到跌 我们看看恒生指数,今早早曾经高开过205点 其实开市已经立即回到100天线 不过好像这个位置不是站得好稳 全日升幅最低其实只有10点 不过之后有少少力度,上一百天线楼上 最高都有近三百点的升幅 谁知道临近收市前来个反高潮 收市前就要倒跌 恒生指数最终保不住一百天线 收市跌47点 报29,459点 近岁晚了 不知道是不是大家的入市肉都不是特别很强 今天的全日成交就大约是1,349亿 恒指跌了47点 国子方面其实都不是好得去哪里 亦都是临尾香 尤其是游升转跌 收报11,900点 轻微跌了1点 表现来说都是一般的 尤其是站得稳一百天线 好像相对比恒指好一点 我们看看10只最汇约港股的收市价 看到今天来说 大市早段有近三百点升幅 其实这个 早前的升市三部 包括腾讯、评报和港交所 都给了很多力 不过最后他们的升幅全部都要收窄 看回腾讯 收市升了2.2 报409.6 评报方面都是升了两毫指 收市价价价价价价价 一众的银行股 尤其是这些内人股 收市都是一般的,要倒跌了 建行跌了一线,报七个七毫一 大笔杀汇控了,下个星期就会派成绩表 不过好像大家都没想着要炒这个业绩前 今天收市都是跌了四毫子,报七十九个四 至于公行方面,收市跌了七线,跌幅比较多,有成一个百分比 而港交所最终都是要倒跌收市,跌了两毫子 而中行方面,收市没有升跌,报四个一毫七 有帮保险就比较好一点,升了七毫子,报六十元 不识移动的中移动,跌了六毫子,报七十四元 而今天内地股市做好,看到内地股市的ETF,南方A50 收市升了两毫子,升幅超过百分之一,有十五个六毫子 今天最终收市就要倒跌收场 不过来看整体大市的升跌比例,其实也有六成七的股票 是录得上升的,当中有三成三的股票是下跌的 至于成份股方面,最主要是受到一些成份股拖累 其实看到恒生指数成份股里面,当中有六成二的蓝筹股是要下跌 只有三成八的股份下跌,其实在未倒跌之前 其实上升的蓝筹股都有五成一左右,我记得我看的时候 不过很明显到最后,大家都对蓝筹股没有什么信心 都沽货,所以导致市倒跌收场 而国指成份股方面,有六成一的股份上升,三成九的股份下跌 我想和大家看看职月和下跌期指,其实大家看到职月期指和下跌期指 其实都是出现了低水的情况,不知道是不是长假期再职 很有反击力度,其实都是一般的,加上大家都觉得外围好像不太稳固 所以大家都不算太进取,我想市场可能要去到过年之后 才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走势 而在过年前,大家这几天想着今天可以站在一百天线楼上收市 谁知道最终都是得而复失,这几天大家都要看着一百天线这个位置 是不是真的有机会重返上去而站得稳 如果不是的话,其实我都觉得大市可能都未为一个正式的见底出现 可能是做一些技术性反弹,其实原本今天都以为有一个技术反弹 都出现了,不过后收市就顶不住了 如果它在一百天线叫做站得稳的话,到时才可能再想 究竟可以何时回补这两个星期呢,跌了成四千多点这个列口位 我想都仍要等一等,因为见到那个势头真是一般的 整体表现就不是太好 来到这里,稍后再和大家讲股份之余,看看有什么朋友 看见到Tamishu,PC Hunter,Sun Little,Janet Tan,Albert Fu 对啊,Janice她病了,我们都预备好好休息一下 E,Mac Wong,Licheng,B,P,恒指跌完尾还会跌多少 其实会不会跌完尾呢,都真的很难说 因为见到那个势头真是一般的,刚刚都说过 我想现在一百天线,其实现在都在看情况会是怎样 会不会最终是可以站回一百天线流上 如果不是,其实上个星期Janice都分析过 下一个支持位可能在二万八这个位 大约二百天线这个位的附近 看看会不会有机会回市回到这个位 因为我们讯报投资研究部都觉得 就是牛市最后升浪之前 其实都应该会回市大约二百天线这个位 大约二万八这个水平 但是短期会不会有个见底的情况出现呢 暂时都很难说 那好了,见到Kelvin在这里,Hello 待会有六十二,今天一度急插,转头和你谈一下 Licheng说积的势真的很差,没错 Apple Line在这里 接着有Kelvin Leung,Many 对,尽尾,顶不住要倒跌 其实今天虽然是跌市 但是其实有不少的板块都做得不错 尤其是电池股 今天来说整体升幅也是很厉害的 尤其是超威动力 你看到收市升了超过一成 升了七毫三指暴,五个两毫半 比亚迪电子和理事国际 其实都有超过百分之六的升幅 其余的几只股份 其实都有介乎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的升幅 至于另一个今天比较厉害的板块 就是航空股 看到国际油价就出现下跌的情况 油价下跌,自然这些燃油成本就会下降的利好这些航空股 好,看到内地的航空股 今天来说除了中国文航讯息网络之外 其实都有百分之三至近百分之六的升幅 不过反而我觉得国泰航空也挺有趣的 因为它一向都有做燃油成本对冲 其实理应油价上升才对它有利 不过今天来说它都能够借着石油价格下跌 而升了超过百分之三 其实也叫做逆市造口 至于另外一个比较热炒的板块 就是早前跌得比较多的汽车股 其实今天来说 你看到吉利汽车也升了超过百分之二 华晨中国汽车也升了超过百分之一 广汽集团是最厉害的 升了超过百分之四 不过二、三、三、三长城汽车也一样 跌了一仙步8.59 另外一个板块就是豪赌股板块 其实快来过年 大家都知道通常一些长假期前夕 其实一些赌业股都会有一轮的炒作在 不过可能这个板块早前撞正 整体大市下跌 看见好像不是炒得很厉害 不过见到今天的气氛 就没有那么再差下去的情况之下 叫做好一点点 这些板块其实都有一个炒作在 虽然见到银鱼和新豪国际都跌了超过百分之一 但是其实见到美高梅升了超过百分之二 澳博、永利、澳门和金沙、中国 其实都升不够百分之一 是的 继续 看到刚刚Kelvin想说一下62 跟你谈谈62 62这个股份 我们先按一下图 想想再通 大家都知道 在刚刚那个周末假期的时候 星期六的时候 很不幸在大埔发生了一宗严重的交通意外 就是再通旗下的九巴就是涉事的公司 造成这么多人命损伤 其实今天再通来说 那个表现都相对非常之差 收市跌了超过百分之一 那我们看看它的 RA Plus那些图 看看基本因素 因为始终它受单一事件影响了 好了 其实来说今天跌了这么多 其实本身这个股份 其实都已经在这个 不好意思 先给大家看看图 好了 看到本身再通的表现都不算太理想 你看到它在这个 RA加的相对动力图里面 其实都是属于一个比较落后的价格里面 今天再跌的时候 其实它的相对轮动 情况可能会进一步减弱 所以我想这些股份 短期内都可能会有一定的估额 其实看到它早前 大概在24元这些位置 其实都整固了一段长时间 上个星期其实都已经开始 有一个下跌的情况出现 尤其是上星期五 其实都已经跌到大约23元这个位置 今天来说也是借消息 进一步下跌的 好了 然后看到Celfin也说700都超出不错 700原本来说 今天早段的反弹 是不错的 今天大市的早段的升势 其实都是全靠着腾讯去顶住的 曾经最高见过419.8 怎知道收市其实它儿都顶不住 也要回不少 不知是否有些人見到它升了一點點 都要回一獲利 走一走 見到收市是409.6 整體的勢力真的不一般 看看還有甚麼朋友 Peki有需要調整也很正常 其實也是 因為見到早前我們也說過 由去年開始到現在 其實都升了不少 剛才提及過 牛市最後升浪之前 有機會是回測這條200天線 所以現在出現一些調整 都不足為期的 這 trend 被美帝拖 無膽過夜 所以大家都要留意著 因為見到 美國導致期貨早段也不錯 早段也有成超過100點的升幅 但最終是怎樣 其實美股和港股一樣 現在都是很傻 最終未到收市 都不知是升還是跌 都要留意著 好了 見到登坑葉在 你好 想問700 其實剛剛都說過 700來說 其實看看圖表 剛剛都說過 本身今天的整體表現都是一般 但是其實看到 上個星期五 暫時來說 它的股價在一條100天線 其實都有一個挺強的支持 都沒有試回師 甚至跌穿一條100天線 我想暫時在一條100天線 都會有一個初步的支持 我們看看它的 RA Plus 700的RA Plus 其實原本 不過它如果用相對動力的輪動圖去看 其實它的表現真的好像一般 其實早前已經在轉差的方格裡 現在就去到落後這個方格裡 很明顯它的股價相對動力 其實是比較落後的 也不是一個比較好的情況 不過始終它也是一個比較強勢的股份 如果指數當上升的時候 其實它應該都會有一定的能力 是上去上面的 我想初步來說 大家都要看著一條100天線 跟恒子一樣 雖然恒子穿了一條100天線 但是它也要看著一條100天線 至於許細豪 想問一條1928 剛剛都說過 其實我自己就觀察到 大家可能在假期前夕 都有想著炒一炒一些賭業股 不過今天來說 最終收市的升幅 看到1928都是明顯收窄的 其實今天來說 最高是見過42.65元 曾經是上一條50天線樓上的 不過始終市的勢頭一般 所以它最終都是要回測 50天線又是得而復失 但是其實這個賭業股 在假期前應該還有兩日半市 看看會不會 那個指數如果有機會改善多一點的時候 看看會不會有些資金可以走入這些賭業股 尤其是比較大的金沙中國 去做一個炒作 初步來看50天線都是一個相對關鍵的位置 我們看看它的RA Plus圖 1928 其實它的相對動力的輪動走勢 其實都跟騰訊有點像 原本都是由轉叉的格 慢慢走到落後的格內 不過就看看會不會有一段炒作 所以大家都要 不過首先就要留意著 可能指數方面的整體氣氛 會不會有所改善 因為始終臨近年尾 大家的入市肉都不知道是否一般 大家一來就擔心外圍 不敢入市 二來可能假期前也不想拿那麼多貨 另外看到Rence Young 想看一隻1548 這些是金絲瑞生物科技 除了一些醫藥股做得厲害 其實這些生物科技股 今天的表現都相對是理想的 其實看到今天這隻金絲瑞生物科技 收市日報20.45元 其實升幅有超過8% 其實都有一個比較強的反響 看到收市價其實都是企圖50天線 我想短期內都要看一看 其實它有沒有機會是手穩住這條50天線 因為其實看到 接下來有一個密集區 其實現在都是一個比較成交密集的地方 相對地 所以這個位其實都是一個比較主要 要守一守住的地方 好了 看看它的相對動力圖 好了 這隻金絲瑞生物科技 其實幾隻股份 今天看上去的相對動力都是一般的 都是由轉差到落後的 不過可以留意著 因為50天線 剛剛說過 都可以先觀察一下情況是怎樣的 如果守得住50天線的話 其實有機會 可能也會有機會再上一上線 嘗試一些高華在這裏 好了 今天也談了不少股份 明天再和大家見面 因為明天早上 我也會繼續在這裏 和大家做一個市前直擊 看看今晚的美股表現是怎樣的 不過在離開之前 在收工之前 想和大家談談內地股市 今天講過 其實內地股市的表現都不錯的 看回上證指數 最終都是能夠以升市為收市的 上證指數更加是中止了四年跌 收市升了24點到3154點 不過升幅就不夠1% 見到深淨成份指數表現更加厲害 升了近3% 收市升了290點 收報10291點 而滬深300指數也升了超過1% 升了3890點 提一提大家 港股通明天就開始暫停了 因為還有兩天半市 香港股市這邊也會放假 今天和大家談到這麼多 明天早上再和大家做一個市前直擊 看看今晚的美股表現是怎樣的 拜拜 拜拜 明天 還會拍攝 更關於 我們會的視頻 更加速度 拍攝 更快 更快 拍攝 更快 拍攝 拍攝